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钢炮的概念源于欧洲 但是2013年之前奔驰在这领域还是空白 于是AMG的工程师和记者 要么咱们也开发一台吧 然后一不小心 世界上最强的小钢炮AMG A45诞生了 六年后 新一代AMG A45S王者归来 带签名的2.0T四缸发动机 把输出数值压榨到421马力和500牛米 红线转速7200转 传动匹配8速双离合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仅需3.9秒 什么概念 使用3.0T高功率水平对质六缸发动机的 991.2 911 Kalina S 恰好是420马力 而同样 3.9秒左右破百的车 有Palimera Turbo M4 CS 以及自家大哥AMG C63S 然而他们都搭载了6缸或者是8缸的发动机 除了超强的2.0T动力 A45S还带有支持飘移模式的 4Matic Jack四驱系统和AMG柳矩失量控制系统 悬架支持三段硬度可调 同时具有六种驾驶模式供给选择 开启赛道模式关闭ESP 将变速箱切到手动的 你就可以尽情享受飘移的快乐 外观更是武装到了牙齿 拥有杀一堆中网专属的空气动力鞋套件 16英寸锻造铝合金轮圈 前四活塞刹车和双边共四处排气 车内有AMG赛车座椅 Akantara材质的方向盘 以及各种黄色拉花点缀 奔驰标志性的粘体式中空大屏 自然不可缺少 不仅具有余乐和导航功能 还能实时进入车辆数据 显示圈速和技质变化 帮你提高赛道成绩 全新AMG A45和A45S 预计连底引进国内 参考现款车型的价格 全新A45起步价预计得高于45万元 而功率更高 带有飘移模式的A45S 可能还会更贵 肯定有些人会说 用一台中大型豪华车的价钱 去买一台不实际的小钢炮 这笔买卖太不划算 但是一位和蔼可亲的 英国老爷爷曾经说过 如果车子不能让你每次上车 感到兴奋 那它就是个移动工具而已 如果你的车只是个工具 你不妨去搭公交车 而A45就是一台会让你兴奋的车 它必定不是性价比之选 但是这部妨碍 它成为千万少年的梦想作家 它也必定不会和你厮守终老 但是绝对能给你初恋版的心动 当你回收往事 会发现和它在一起的青涩岁月 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一腔激情 这一份甜蜜 注定不能天长地久 但是让你珍惜的是 曾经拥有